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真的是没有办法 最近真的太忙太忙了 根本没有时间去玩玩具啊 去品味这款好像备受好评的产品 然后今天趁着好不容易有空赶紧跟兄弟们做一个简单的开包 然后呢 拆包不是开包 拆包把玩的视频 那首先盒子你们已经三百日试图看过了 其实我有拆开来看了一下 但是也仅仅只是拆开来 你看 绑线都没有拆呢 我居然都能够忍得住啊 你说我有多忙 内容物呢 首先有两份的说明书 这个都是很常见的啦 因为3G的嘛 然后呢 可以看一下主要的内容物 由我们的爵士的载具形态 这一次呢 是载具形态来包裹的 那么这边就是爵士的那把枪 还有这个是他的一个脊柱 那这个呢 就是小Sam拿着OSPA 所有内容物就是这个样子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载具形态 这个载具呢 就是庞蒂亚克的跑车 其实我完全不认识 而且这个车标呢 也是没有见过的啊 那么整个载具方面 先用手给兄弟们简单的转一下 这个侧面有一点拖地啊 这块有点拖地 但是比起联盟级会好很多 特别是后方这里啊 那滚动性方面 可能轮子还是有一些滚的不流畅 但是也可以接受了 无所谓 然后呢 整个后方来看 这边有一些缝隙啊 因为我这款玩具呢 还没变形过 我刚刚拿出来的最真实的样子 有一些小小的缝隙 但也还可以了 然后呢 前方这边来看一下 这边的一些细节 涂装 没毛病 然后呢 这一次是采用这种透明的压克力版 而不是那种蓝色啊 或者绿色比较玩具化的 这个呢 也是因人而异吧 我个人其实比较喜欢深颜色一点啊 比如说黑色啊之类的 然后呢 这边这块 比起这里 好像缝隙会大一点 也是我合了好几次 反正我没有变形过 刚拿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可能经过几次的变形磨合之后啊 比如说像MPM04 就是变过几次之后 它会很神奇的突然间自己就密合了 然后呢 底盘方面 这个底盘的收纳也是满满当当的 可以看到 绝世其实变成人形的时候还是比较瘦高的 但是呢 变成载具之后就是这么小的一辆车子 这个是载具方面的表现 还可以 然后呢 配件简单来看一下 首先是奔跑状态的小Sam 依旧是没有脸 这个联盟级的当年那个Sam还挺英俊的 还有脸啊 但这个呢就没有了 然后呢 手上抱着这个OSPA火种猿 这个都是这种比较软的胶啊 你看 软软的可以摆出一些 但是就是可以站立 Sam在那边跑啊 在那边跑 这也是电影一中的非常经典的场景 然后呢 这边还有一把枪 这个枪也是绝世非常经典的一把枪 涂装方面 尚可这边有一些黄色的部件 好 然后呢 最后就是这一次啊 比较大的争议 但同时也是一大亮点 就是绝世可以一分为二 然后呢 中间还多出来这样的 跟一个肠子啊 或者是脊椎一样的那种东西 它全部都是软胶的材质 所有东西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跟兄弟们演示一下 它是如何从车型变成人型的 好的 咱们来演示一下这款玩具的变形 其实呢 我还没有研究过 这一次我准备来挑战一下自己啊 一边看说明书 一边跟你们来演示 我知道有一点仓促 但是最近真的没有时间啊 然后呢 第一步看一看 第一步我们先把它旁边这里 果然如此 这个就是它的两个手臂了 其实绝世包括大黄蜂的一些变形过程啊 以前联盟级啊之类的 都已经是非常熟悉了 两个手扒开 然后呢 它说后方屁股后面这里扒开来 这边扒开来 然后另外一边也是扒开来 然后呢 咱们把后盖这个位置 给它拔起来 这边是一个双关节啊 塑料的这个原色 终于理解为什么是塑料原色了 给它扣上来 这个地方先放在这里 对吧 然后给它拔开来 这个就它的上半身 这个它的下半身了 果然如此 然后呢 两个脚继续给它掰开来 那这个部件它说要把它 是要把它掰 掰开来 没错 这样子掰开来 接着我们来处理一下 它的下半身 我刚才稍微看了一下 还挺简单的 首先第一步呢 我看看是把这边翻上来 然后第二步看一下 把这个东西给它翻折下来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 这边有个卡扣 兄弟们可以看一下 你看它这里是有一个凸的 然后这边里面你看 有一个凹槽 所以说你要正好把这个东西 脚啊 给它扣在这里 扣进去啪的一声 它这个脚呢就不会动了 膝盖就扣紧了 然后呢 这边给它翻折下 这个很像是大黄蜂的那个变形啊 对吧 这边也是把它翻折下来的 这边是一个金属部件嘛 给它这个应该是脚趾 给它翻折出来 然后这个不用说了 肯定是它的脚尖的位置 我看脚尖位置翻过来 这边翻 然后这边给它 推下来 然后这边这一块 咱们再给它扣过来 这边给 这边有一个凸起 跟这里圆形凹槽 要结合住 是吧 结合住 其实真的很简单 真的是很简单 就是我这种没有玩过的 我都可以盲变 真厉害 这边正好可以挡住一下 好 你看 这个一边脚就变完了 两边脚步呢 都已经全部都变形完成了 可以说这个变形还是颇具亮点 或者说哪怕你不算亮点吧 它至少变得非常的流畅 非常的舒服 我这样稍微看个说明书 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的 很简单 然后呢 咱们再把这边给它掰上来 它这个脚啊 这个脚是 它就是这样子 你看 就是这个样子 扣一下 然后呢 整个脚就已经分开 这个腿部可以说 很漂亮 比什么联盟级要好看的 非常多 你要包裹的 严严实实的 而且还原度也很好 整个的这样子 你看 下半身就出来了 然后呢 屁股后方这边 是把它掰上来 推上去 这个是一个很软的软胶 黑色部件 好了 那这个样子呢 整个下半身 咱们就已经变形完成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上半身的变形 我刚才稍微 好像瞧了一下 说明书里头 这个也是整个的 上半身进行的旋转啊 它的要求就是 先把这个手 给它往前放 可能不要碍事 然后呢 第二个是把这个东西 给它拔起来 拔起来 我先动一下 这一次也是一个 很大的挑战 然后它的这个意思呢 相当于就是 把这个东西 这个前面的 这样的一个盖板啊 发动机的盖板 给它旋转到底下来 应该是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在旋转的时候呢 我们要小心一点 这个旁边都 尽量不要碰到啊 这个旋转下来 给它用力的 这边旁边 应该是这样子吧 对吧 给它这样子呢 就已经转到下面来了 这个是一个这样的旋转啊 这还不错 这个设计 然后咱们把它扣进去 它这边里面 对 这边里面是有两个 凸起凹槽的卡扣的 然后呢 咱们再把这边前方 这个东西给它拔出来 这里拔出来之后呢 给它放在这里 扣在这儿 那么这两个眼睛呢 相当于就是 没毛样的东西了 你就随心所欲了 一般来说 我们都是把它扣成这样子 比较凶的啊 比较凶的这个样子 然后这两个手呢 哎呀 这两个手好碍事啊 给它转回来 然后呢 咱们再把这里 这里是相当于 衣领的位置 给它转出来 可能我会有变错地方 因为说明书真的 还不是看得很清楚啊 这个也是我的 一个很大的挑战 然后呢 咱们再把 再把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应该就是 它的头部 对 头部给它翻出来 你看 哦 这样子折叠过来 这样子放下去 OK 你看这个爵士的整个 身体就出来了 然后呢 它这边是有一个 这样子的两个倒勾 一样的东西 可以把它这里 给它勾住 好了 那这个样子呢 你看它这两个钩子啊 就把它的上半身 跟这里 已经全部都勾好了 这个还是 变形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背包位置的话呢 这边应该是有一个 双动关节 刚才还没有完全变完 没错 这边给它扣过来 然后这里给 这里是不是里面 应该有个卡扣 还是什么东西的 给它扣过来 哦 它是这个样子的 你看这边 折叠到一定的角度之后啊 利用这里的两个钩子 又是一个钩子啊 所以说这种钩子呢 还是比较 就是耐用 你看 就这样子勾进去 它就这样勾进去之后呢 这边后方应该就非常紧了 那么这个 这个东西 是不是应该往上调的 反正我觉得 把它往上调 好像更好看 哇 这个底下你看 掉漆都非常明显啊 哈哈 哎呦 有一点心疼 有点心疼 然后呢 咱们再把这边 你看 这里是一个凹槽 这里一个凸起 所以说背包 啊 啪的一声扣进去 非常紧 非常紧 剩下地方都非常紧 然后呢 就是变它的手臂了 最后就剩下手臂的部分 手臂它首先第一步要求你 这个样子往上折叠 然后把这里拿开 这块肯定是要拿开的 就是依照一些经验吧 它还要你再把 哦 这边这个是双动关节 再把它折叠上去 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变的 第一次变 然后呢 这边这个手臂 我看看 它把这里 首先手掌肯定要翻折 出来直嘛 然后呢 它是要求你把这个东西 往上推 啊 往上推 哦 哦 这样子的话 它就 它就折叠过来 对吧 就变成了这个手臂了 然后呢 再把这一块 把它折叠过来 是不是这个意思 嗯 我看一下看一下 这边给它 哦 这边你看有个凸起 哦 哇 哇塞 这个哎 哎呦 哈哈 哎 这个真的是 有一点意思啊 有点你看 就是它 它不规则 你看 它是不规则 转来转去 哇塞 但是呢 你看说明书 就是很容易理解 它的意思 就变形金刚 你只要稍微玩得多一点啊 就说 怎么讲 它的这种巧妙 你可以理解得到 不会难 不会难 你看 这样子变一下 应该没变错啊 你看这边 给它折叠过来 好 一边手的变形完成了 OK 那么另外一只手啊 我也已经变形完成了 稍微调整一下 它的姿势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款 爵士 以人形的姿态 站在我们面前 跟你一样啊 兄弟们 跟你们一样 兄弟们啊 我这是真的是拿出来 当场变形 看说明书 然后呢 当场变出来 再检查一下 应该没什么毛病 好了 那么这款 MPM09 爵士的人形 就已经变形 完成 兄弟们 我的魔玩咨询 互动平台正式开通 扫描二维码 或者是微信公众号 搜索 刘哥魔玩 就能够找到我 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想有互动交流的 就赶紧来骚扰我吧 你留言 我回复 包你满意 不说了 我要去回复信息了 那么这款爵士的人形呢 首先用手 给兄弟们 简单的转一下 还是很不错的 对不对 而且重点是 这次的变形步骤 各方面 第一个 它不会让你 特别的难受 我特别怕 现在玩一些MPM系列 然后呢 玩的让你特别难受 比如说MPM06 MPM04 都是不太舒服的 但这款呢 变形其实步骤挺多 但是它每一步 都能够让你 很迅速的领悟到 它的一些巧妙的点 这点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然后涂装方面来看一下 基本上都是用了 银色的涂装 而不再像是MPM04 都是那种半涂装的 虽然说里面 还是有挺多的 这种塑料色 但是我觉得 它都比那个老V 这个颜色也好看一些 然后呢 可动性方面 这个头非常的松 非常松 这个爵士难道是 天生就是被虐的 被毁尸灭迹的 那个角色吗 你看这所有的关键 好像都挺松的 这头部啊 然后呢 这个手臂的部分 首先平台 难怪很多迷友说 这个爵士的平台 不是太好 你看 好像不太容易达到90度 它这个肩膀的关节 不是很灵活 然后这边360度 手肘弯曲的话 是可以达到90度的 然后呢 这边可以进行 360度的旋转 它的这个拳头 拳头是不能够旋转的 然后那这边 你看四根手指 这个非常还原 这个非常还原 比联盟级爵士 要还原的多得多 然后那这边 有一节的关节 还有根部一节关节 这是可以的 然后呢 腰部这肯定是可以进行旋转 但是没有弯腰关节 然后那这边 眼睛都是可以调整 你看可以往下 也可以往上 然后呢 往内推 但总体感觉 我怎么觉得 有一点松了 你看 都是不是很紧的 就有点松松的 你看 这个手臂也是 有一点松 然后呢 下半身 前踢 后踢 哎呀 这边又松掉了 然后呢 侧踢方面90度 这个膝盖弯曲 是可以达到90度的 但总感觉 这个膝盖 也不是很紧 然后呢 脚底板的部分 你看 这边是有一定的接地的 这个是金属部件 这里也是金属部件 它的脚部啊 有金属部件 这样子的话呢 接地性也会更好一点 然后这个是变形的关系 至于POSE方面呢 我这边摆出了 绝世 标志性的垂地POSE 这个其实没有摆的特别好 因为时间有限啊 就稍微演示一下 可动性 除了肩膀平台 稍微小了一些 其他的部分 还算是挺不错的 尺寸大小方面 我这边只能拿出 AMP10擎天柱 来进行个对比了 因为其他的一些 NPM系列的玩具 包括NPM08 全部都已经被我收起来了 搬家 你现在让我去找 几十箱玩具里面 也找不到了 大概就是一个 比D级别高 然后呢 比V级别矮的 这样的一个尺寸了 然后这款绝世 有一个亮点 就是可以把它分尸 我这个也是第一次演示啊 它这边后面 应该你看 是有个凸起的 咱们用力的给它 你看拔一下 你看它就这样子 对不对 那么扣回去的话呢 扣回去好像听说 有一个步骤的 就是先后再前 还是先前再后 这个反正我事后再演示吧 这个你看 确实你看 如果这样子扣进去的话 它比较不容易扣得紧 应该是要什么 先前后扣啊 你看 先前面扣进去 后面你看 这个就很紧了 然后再把它拔掉 这是有一定的先后顺序的 这很简单 你看 上下半身 就直接分离开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再把爵士的这个 脊椎的部分 咱们再给它扣进去 OK 脊椎扣完了 哇 爵士好惨 同样也是一样的 我这个没有MPM08 所以说呢 用我自己的手 给兄弟们演示一下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可以说这个也是 AMP或者是电影系里面啊 一个比较创新性的玩法 让整款玩具呢 上下半身分离 然后可以变成这个样子 最后呢 就是武器的搭载 很简单 你看这边这个手啊 把它握成这样子 那么再把它滑草滑进去 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把什么手啊 放进去啊 这个样子啊 那个样子啊 特别简单的一些 变形步骤 这个样子 咱们的爵士啊 就拿上它标志性的武器 非常帅气的样子 站在我们面前 那整体来说 这款玩具呢 我个人感觉啊 样子很帅气 很还原 然后呢 机面也还行 除了我这边这个啊 你看 啊 好大的两个掉漆 不知道什么时候掉的 其他的都还行 然后呢 整个可动性 也还可以 就是稍微有些松啊 那么变形步骤 也挺有亮点的质量 没有太大的问题 价格方面 500块钱左右 个人感觉 是一款没有翻车 可以购买 放心购买的一款 优秀的 MPM系列 希望兄弟们呢 可以看完我的视频之后啊 进行一个参考了 OK 那么兄弟们 下一期视频 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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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